芝麻不只是食品 它能榨油 也是中药良品 芝麻的油脂含量高达60% 属于人体不可或缺的亚麻油酸 有助于荷尔蒙的正常运作 还有它的不饱和脂肪酸 更能够维持血管弹性 预防动脉硬化 其实黑白芝麻 它们主要的成分没有太大的差异 只是白芝麻的油脂成分比较高一点 但是它是以那些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那黑芝麻的部分呢 虽然不饱和脂肪酸它也有 但是它的钙和铁的成分比白芝麻高很多 那它的钙跟铁还有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一些有营养价值的成分 全部都在肿皮里面 那肿皮里面要你要吃到那个营养成分 你就必须要一定要把肿皮咬碎 如果说整粒吞食的话呢 就会原样排除 一粒小小的黑芝麻 却是有着大大的功效 黑芝麻是滋补肝肾的首选 本身并不燥热 但如果是高温过度炒热 或是把麻油加浆一起煸炒 才会有吃了上火的问题 黑芝麻在中医来讲 它是属于胃肝性品的一个药材 那胃肝性品呢代表说它其实大家都可以使用 那它主要是入肺皮肝肾 还有一些甜筋髓啊 然后撞筋骨啊 然后还有护眼明目润肤补血等等 其实它的功效还蛮多样的啦 那另外它因为比较多油脂 然后滋润的作用 它其实还可以润肠 然后可以通便 根据林医师的建议 每天吃一到两汤匙的黑芝麻 有助于钙 铁 维生素E 以及膳食线维的吸收 但如果是肠胃较弱 肠道不适的朋友 则是少吃为妙 另外一般人认为 吃黑芝麻有助于长黑发 这也是有道理可循的 就是最明显的就是 你如果焦灰 你缺血了 你的头发就会长得不好 它会枯燥啊 然后会掉发啊 用发的部分 它就是跟它的那个 补肾的关系 甜筋入水的部分呢 就可以让你就是 把肾筋回冲嘛 那你肾筋回冲的话 你让我们说 肾的齐滑在法 所以我们就是会 因为这个原因 它就可以让你 就是有污法的作用 想要长出污黑亮丽的头发 得先养肝补血 林医师推荐这帖 合手污黑芝麻糊 那主要的材料有 合手污 山药 然后还有黑芝麻 那等比例把它磨成粉 倒成泥之后 然后用热水 那煮成糊状之后 就可以使用了 这样黑手污又是大家知道 就是补血啊 污法啊 所以就是如果说 你有吊法啦 白法啦 想要补肾啊 让你的精神比较好的话 都可以吃这个样 黑芝麻可以滋补肝腎之外 想要借着黑芝麻保养支气管 林医师另外推荐 黑芝麻杏仁糊 那就是黑芝麻跟男杏 同比例之后 放在盐波里面一起敲碎 敲成泥状 然后它大概会变成糊糊的 因为两样东西都有油分 你可以用热水冲泡 就有点像黑芝麻杏仁茶 那也可以直接挖一尺 含在嘴里面慢慢吞下去 杏仁本来就有直喘 定喘的作用 然后还有润肺的作用 那黑芝麻本身又有补肾的作用 那两个合在一起使用 就是属于那肾虚九喘型的人 可以使用 对于一些比较属于什么 慢性支气管炎啊 或是气喘机重症的人来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食料食材 黑芝麻保存时 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若需要磨成芝麻粉 最好也是吃多少磨多少 以免营养流失或是产生变质 每天一把黑芝麻 可是胜过吃一堆的补药 干燥通风 再来 kw